白车突然失控滚下山崖 而男人挂在崖边就快要掉落 无论上方如何呼唤都无动于衷 大胖只好拿出救援工具密码穿戴上 沿着峭壁开始迫降去拯救男人 而此时台风里逐渐逼近 大胖终于到达救援顶 男人也正好醒了过来 大胖准备调整废家位置 紧急时刻下给男人套好绳子 下一秒 逃过一劫的两人开始向上方方法 然而此时的台风变得更加四面 一个男孩又从上方坠落 山中只能听见父亲绝望的空弯 一场百年难以的台风正巧然而至 而此时小美正在水面上驰骋 等他们回到房间却遭遇了袭击 醒完后发现他两被绑在黑屋里 突然间水管开始裂纹网出渗水 水流开始逐渐聚集 另一边的母亲发现情况正四处去 此时隔壁老王出现在他外出掌数 原来这一切却是老偶设下的 他利用小腓做耳逼过女人 先下父母的好运 女人听过一天扎下去 下一秒 男人这种一马蜂蜂 只留下女人独自恋罪这狂蜂暴力 与此同时小美已经被水淹到了火里 他们听尽全力终于解开了神经 然而他们还是无法逃避 同一时刻大胖找到了女人 当将妻子救了出来就要陷入危险 小心 还好主角光环保护了她 接着他们开上车去寻找女儿 谁知后面又出现一个更大的危机 紧急时刻长矛发动秘密武器 可没只能三秒就垮死了 他们又一次被光环所救 而小美这边的水 一快要灌满整个房间 此时大聪明开始发音 讲解完毕后 男人潜入水下便开始操作 从结果来看好像没有什么了 最后大聪明还是放弃理论开始使用 闻锁终于开始风动 男人趁着台风天偷排废弃 紧接着报应起来 窒息的毒气向男人疯狂逼近 老王只是吸入了三毫升就倒地里 更吸不 同一时刻两班人马终于见面 等他们走出工厂 后风已经停止 可是台风却还没有结束 因为他们此刻正处于台风眼之中 最后众人开车立马逃离 而毒气却紧紧地稳住气 他们不顾一切地往前 充分准备堵入防护路中 此时毒气只有15比远了 他们跑进山洞正要关门 强风却将他们先飞出去 为了保护之爱 他们还是站起来将门城攻关 过了30小时后 还通过他们终于安全